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鬼文化丰富多彩 鬼的种类也多不胜数 由于篇幅的关系 本频道将会分五集 每集二十种鬼 为大家介绍中国民间 传说中常见的一百种鬼 异鬼 又名吊死鬼 指自杀上吊而死的鬼 异鬼披头散发 面目苍白 眼睛突出 口里能够突出一条血红色的长舌头 是中国常见的十二大鬼类之一 异鬼一般喜欢缠在有求死之心的人的身旁 看着他自杀死去 水鬼 水鬼又名落水鬼 水晋鬼 逆鬼等 只掉落在水中溺死的鬼 逆鬼一般长着绿色或红色的眼睛 可以像水塔一类的动物一样 快速地在水中游动 在水中水鬼的力气会变得很大 有十个成年男子加在一起这么大的力量 水鬼的皮肤像抹了油一般年华 一般想在水中抓住水鬼是不可能的 水鬼总是想把人拉到水中淹死 作为自己转生的替身 刀牢鬼 刀牢鬼是出没在江西临川山间的怪物 它出没的时候 常常伴有大风大雨 发出的声音好像人在咆哮 俗称鬼叫或鬼嚎 刀牢鬼能够从口中喷出剧毒的气体 这种气体会像剑一样射人 被毒气射中的地方 会发肿 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后就会毒发死亡 而死亡的人不经过火烧的处理 也会变成刀牢鬼 刀牢鬼分男女 男的全身呈墨绿色 毒性较急 女的全身呈紫红色 毒性较缓 但是他们的活动区域有限 喜欢在山中潮湿阴冷的地方待着 无风无雨的日子不会出来活动 而且奔跑速度并不快 遇到他们是屏住呼吸 快速逃跑是一个好办法 如果中毒 也不用害怕 在半天之内将发肿的地方砍掉 就有可能痊愈 当然如果射中心脏等地方 就无药可求了 居魂鬼 有名沟魂鬼 相貌与常人无异 常常结伴出入 洗穿紫衣 他们身上藏着即将去世者的名字和时间的名册 按照时间到达冰死者的身边 呼唤冰死者的名字 听到他们呼唤的人 灵魂就会出墙 之后居魂鬼会拿绳索捆住魂魄 将其带往冥界 他们常常与黑白无常争抢生意 小儿鬼 又名夜体鬼 是夭折的小孩死后所化 心如儿童 行为无法预测 他经常出现在夜晚小孩子的床上 蹦蹦跳跳 惹得小孩子无法安睡 而放声大哭 如果小孩子不是因为尿尿和肚子饿 经常在夜里哭喊 那么附近一定有顽皮的小儿鬼出现 如果放任不管的话 小孩子就会发高烧不退 因为小儿鬼总是喜欢增加自己同伴的数量 小儿鬼是中国古代十二类常见鬼之一 他非常怕光 也非常怕红色的灯笼 所以遇到小儿鬼 点上灯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小儿鬼的力量很弱 但是却跑得很快 所以要抓住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雷鬼 雷鬼长得头似猿猴 或似猪 似熊 纯如猪纱 目如镜面 头顶长有长脚 短者三尺 长则六尺 肉色青 背后有青色肉翅 展开长杖鱼 他的手足是黄色的 有的还长着豹子一样的尾了 有时雷鬼会拿着斧头 有时则拿着棍子 常常伴着雷声出没于空中 能够引导雷电伤害人 其脆弱部位是屁股和翅膀 如果被击中 他们就会摔落到地上 失去害人的能力 木鬼 顾名思义 木鬼是在墓地出没的鬼魂 木鬼是很安分的鬼 一般情况不会害人 不过他们喜欢安静 不喜欢别人骚扰他们 所以常常和骚扰他们的人开玩笑 令这些人远离墓地 比如木鬼会发出飘荡在空中的鬼火 或会让人怎么也走不出墓地 在原地兜圈子 俗称鬼打墙 木鬼有托梦的能力 当他们在阴间缺少物品的时候 会托梦给子孙 让他们祭奠自己 而他们则安静地等待再一次转生的机会 木鬼是中国十二位常见鬼中 树木第二多的 但是千万不要拆毁他们的墓地 或挖掘他们栖息的棺材 如果这样做了 人就会感染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甚至会获及家人 木鬼会保佑其子孙安宁 如果子孙面临危险 木鬼也会利用托梦的能力 告诉子孙 使他们逢凶化其 捧头鬼 这种鬼的长相很奇特 头发像针一般直立着 感觉有点像现在的嬉皮式的爆炸头 头发乱蓬蓬地盖在脑袋上 显得头很大 他爱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总是出没在森林里动物密集的地方 当人类杀死动物的时候 他往往会出现 说捧头鬼是动物的保护鬼 似乎更恰当一点 捧头鬼是可以白天出现的鬼 而且具有身体恢复的能力 遇到捧头鬼的时候不要害怕 只要答应把猎杀的动物尸体掩埋就可以了 猖鬼 被老虎吃掉的人 他的灵魂会依附在老虎的身上 变成老虎吃人的帮凶 或帮助老虎吃人的向导 所谓的喂虎做猖 指的就是这么回事 猖鬼的样子和人无异 要想分辨他们 其实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他们一般出没在深山老林中 男鬼左手没有小拇指 而女鬼右手没有小拇指 他们的眼睛在半夜会发光 老虎一般不吃喝醉酒的人 所以遇到猖鬼洋装喝醉酒 是一个好办法 这样他们就不会把你带去喂老虎了 大头鬼 大头鬼顾名思义 长有一个超乎寻常的大脑袋 最小的大头鬼的脑袋 也有一般人的三倍大 大头鬼一般出现在道路两旁 因为顶着个大脑袋 他的行走速度很慢 而且经常要用双手拖住大脑袋 大头鬼是一种比较温和的鬼 不会主动去伤害人 但是一般人看到这么大的脑袋 都会很害怕地跑开 在中国因男产而死的女人会变成产鬼 而产鬼会缠上活着的孕妇 阻碍其生产 产鬼出现的时候和人间的女子是很难分辨的 唯一的区别是产鬼的喉部 有一道叫做鞋耳的红线 产鬼就是靠这条红线进入孕妇腹内的 然后产鬼会将这条鞋耳接在胞胎上 这样孕妇就无法生产 如果产鬼用力拉扯鞋而使孕妇腹中产生剧烈疼痛 无论是多么强壮的妇女 只要被用力拉扯三四次后 必死无疑 产鬼作为中国常见的十二类鬼之一 也是有弱点的 产鬼是非常害怕伞的 古代中国常常在孕妇的房门口放一把伞 就是为了防范产鬼做虫 科举鬼 有名科长鬼 古代科举不重而育而终的人会成为科长鬼 这种鬼因为没有考中功名而生有怨念 常常出现在书生的书房里 或弄乱书生的书和纸墨碧眼 或帮助书生们修改文章 多数科长鬼只是想把自己高中的遗愿 寄托在他人身上 他们爱穿着书生的衣服 也有的科长鬼找来官府穿在身上 或一把官影 富鬼 富鬼是中国古代最神秘的鬼类之一 从来没有人能够看见他的长相 同样也从来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进入人的腹中 这种保持着神秘状态的鬼 藏身人腹中大多为祸 被富鬼入腹的人能够听见富鬼的说话声 至死方休 被富鬼入腹 似乎只有一种方法可救 那就是使用猪丸 用名八毒吃丸子 名鬼 名鬼是中国十二类常见鬼中 树木最多的鬼类 其实就是人死后的灵魂 据说魂是有形状的 其形状与人的属相有密切的关系 一间之中有记载 这类鬼都老是本分 按照规矩进入阴间 失去前生的记忆 转世重生 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 每个人死后都应该成为名鬼 生前多做善事 可在阴间少受苦 早些得到转生的机会 名鬼在阴间可以有自己的房子 也有钱花 这些钱需要别人烧给他 轻易不在阴间跑来跑去 所以在人间很少能够看见名鬼的出现 但是有一些法术 是可以把名鬼招到人间的 争名鬼 又名恶鬼 这类鬼是可以在白天出现的 争名鬼的种类很多 有赤面鬼 青面鬼等 争名鬼的身体强壮 破口獠牙 面目争名 有的头上还长有野兽一样的脚 手里常常拿着箱满钉子的大棒 它们跑得快 力气大 喝人祸瘦的血 吃人祸瘦的肉 冤鬼 冤鬼是中国十二类常见鬼中的一员 多为受了冤屈 而无法申诉的人死后所化 它们与常人的样子无异 常常隐藏着身形 等待着能够为自己申冤的人出现 才显出形体或通过托梦的方式 陈塑冤情 它们不会去伤害人类 也不会去吓唬人类 它能够出现在你的面前 大多是认为你有能力替它申冤 认为你是一个有正义感 有勇气的人 黄妇鬼 曾在黄州出现围虫的鬼 自称叫做山林 它是一种可以在白天出现的鬼 所穿的衣服都是黄色 善于变化形状 或为烟气 或为小儿 或为妇人 或为鸟兽 身形可大可小 好女色 对不喜欢的人 会露出黄色的大牙哈哈大笑 被它笑过的人会得病 轻则三月重则数年才能好 五七鬼 五七鬼又名一目五先生 是一个五位一起的鬼组合 五鬼中有四只没有眼睛 其中只有一只有一个眼睛 其他四鬼全仰赖这个眼睛才能看东西 因而统称这五鬼为五七鬼 五七鬼总是形影不离 除了有眼的鬼外 其余的四鬼全都无法任意行动 一切都要听从一目鬼的命令 五鬼来到人睡觉的地方 用鼻子嗅闻人的味道 五鬼不是一起冲上前 而是一只一只按照顺序去闻 随着第二只 第三只鬼去闻 那个人的病情就会越来越严重 等第五个鬼闻过之后 那个人就会死去 五七鬼不伤害善人 也不伤害恶人 只伤害不善不恶 无辅无辱之人 这是十分奇怪的 所以劝人多做善事 遇到五七鬼不用害怕 他们只伤害熟睡的人 站起来跑就可以了 野鬼 野鬼是中国十二类常见鬼类之一 这类鬼就是俗称的孤魂野鬼 客死一乡 不能落叶归根的人 因为思念故乡而变为野鬼 他们经常出现在路边 倾听家乡人的说话 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互乡 入土为安 测鬼 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鬼类 总是躲在厕所 偷窥人们如厕 测鬼不是测神 而且相貌多样 真意记里的测鬼面如方向 两眼尽齿 身有光耀 记闻里的测鬼则行大如猪 虎逼猪牙 面子斑斓 幽冥路中则常仗于 色黑而眼大 穿白衣 树意志中则壮如昆仑 两目近黄裸身无衣 由此可见 在长相上 测鬼和猙獰鬼是有一拼的 唯一的区别是 测鬼是出现在厕所中 而猙獰鬼一般出现在远离城市的地方 有俗语说 见测鬼必死 或见测鬼无不利死 测鬼不会动手伤人 而猙獰鬼则动手伤人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 欢迎留言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